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防部门提供的视频显示 当时银色别克轿车车头栽进水坑 只有车尾部分露出水面 消防员打破车子后挡风玻璃 救出当时处于后排座位上的被困女子 但女子送往医院抢救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警方已经基本排除他杀 去单位找 单位找一圈也没找到 然后到单位的停车场 单位对面停车场 然后沿着这个斜坡下面发现有个水坑 水坑停着 就是它的车子 已经沉入了这个水坑里面了 希望逝者安息的同时 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一块废弃的工地里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块土地的用地性质是什么 规划性质是什么 为何会处于废弃状态 今天记得找到了杭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西湖分局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让记者填写了采访提纲 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 拿着采访提纲 到楼上请示了领导之后表示 这位工作人员带着记者 到了六楼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是由原来的规划和国土合并的新单位 它原来是规划这边的 所以对国土的同事还不是很熟悉 随后他带记者到五楼 找到了办公室余主任 这位余主任 以前是国土的 我们的规划科那个不是曹雅林 他不是前天请假了吗 他人不在 如果一定要采访呢 可能只能安排客人了 然后这边呢 国土这边呢 那个可能是说要 让省批科的 土地省批科的好像是 省批科的从口啊 然后原局让经科长 经科长刚才接了电话 不知道是办什么事情 听得到有合同 本集完 就有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感谢观看